Good morning everybody, I call to order 坐在右侧的是中国常驻日内马代表副部级的陈旭大使 他带来了一支39人的庞大团队 其中有13名选手来自香港和澳门 我们看到会议场座无虚席和下一场巴拿马的审议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社文权力公约是三大国际人权公约之一 1966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76年生效 这份公约实际上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说男女平等待先产假禁用同工 我们渐渐的代新年假和代新双休 那也是公约第七条保障的 美国现在也没有批准该公约 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因为美国没有法定代新产假 却有同工问题 我非常荣幸代表中国政府 就执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力国际公约 第三次履约报告 做介绍性发言 首先是被审议国家进行介绍性发言 这里陈旭大使说第三次履约报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公约的缔约国每五年要进行一轮履约审议 审议的流程是首先各国提交一份报告 然后由京涉文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并提出书面问题清单 中国在根据问题清单 起草一份书面答复 最后在会议上进行审查 并给出结论性意见 你来我回差不多要搞好几年 中国的第三轮报告理论奖 应该是2019年5月前应该提交 但实际上是2019年12月提交的 看起来是不是没按时交卷呢 实际上全世界都是拖延症 你看柬埔寨和乍德应该2012年交报告 结果拖到了2020年 最离谱的是尖八部委1998年的报告 拖到了2022年才交 目前我看到唯一按时交的是俄罗斯 自上次审议以来 中国制定颁布了民法典 反家庭暴力法等新法律 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教育法 废止了劳动教养等规定 中国围绕农村扶贫开发等几十个涉及 金色文权力的具体领域制定了政策文件 连续发布两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并认真开展落实和评估工作 陈旭大使介绍了我国的履约状况 第三次定期报告是外交部牵头 33个国家部委起草的 规格很高 基本上是对公约进行逐条报告 中国代表团的两位副团长 分别来自香港和澳门 这里面有一个冷知识 香港和澳门实际上是比内地更早适用公约的 因为英国和葡萄牙都是70年代签署的公约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蒲联合声明 该公约在回归后仍然适用于两地 由于海洋法体系特性 香港法官在判决中有时会直接引用该公约的内容 中国自己反而是2001年才批准加入的 并自此承担两个特区因公约而产生的国际权利与义务 但履约报告仍由特区政府自行撰写 顺带一提 虽然联合国拒绝了中国台湾的缔约申请 但台湾自行完成了公约的本地立法 所以该公约理论上说通行两岸四地 香港选手傅晓慧女士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 常务秘书长是香港政府内最高级别的公务员 可以参考汉弗莱爵士 算是正司级吧 澳门特区政府认真的审视委员会的建议 并积极跟进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澳门选手卢瑞祥是法务局代理局长 澳门的关注度比较低 说到的问题也很少 这是他今天最后一次出境了 接下来是交叉问答 主席邀请委员会专家兼国家报告员迈克尔发言 迈克尔是德国人权研究所的副所长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了 哎呀 德国家人权又是西方人的阴谋了 其实不是的 这18位独立专家是选举产生的 你看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四个金砖国家都在 还有尼日利亚 苏利南 这都是第三世界穷兄弟 西方国家呢 反而是少数 谢谢您的回答 谢谢您的回答 以及您的提供更多的资料 您的提供讨论 委员会会专注于空间 和需要更改变 委员会认识了运动 尤其是终于终于观察 这里说了 开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批评 不是针对谁 而是说在座的所有缔约国 都得轮流被批评 因为人权状况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表扬的话 最后结论性意见也有 今天就不多说了 专家首先提出 关于当前法律环境 对于所谓人权人士和NGO的限制 问中国政府如何允许公众 更广泛的参与政策制定 这个是贯穿全场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里实际上说的是 审议期间各种NGO都可以提交材料 这里的NGO既包括 比如残联这种官方的NGO 也包括一些民间 甚至是海外的NGO 问题清单里 也有一些涉及疫情透明度的问题 大家有兴趣 可以直接看原文 我就不放了 所谓的巴黎原则 是1994年通过的一份联大决议 认为各国都应该有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 这个其实不难做到 比如说阿富汗 之前就是有独立人权委员会的 当然塔利班上台之后就没了 政法大学的袁刚教授 也写过一篇论文 探讨中国循序渐进 可以先在部委和人大下面 设置人权办公室 再逐渐升格为直属局的可能性 这里说的中国对公约第八条第一款 声明了保留 这一条是公会自由 中国的保留是故意的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公会体系 所谓认责议定书 是一份附加文件 大概意思是签署后 任何人都可以再被侵权 且在国内寻求救济无果后 直接上联合国投诉 这个中国是肯定不会接受的 所以其实联合国专家还是懂呢 农民工的社保问题 雇主扫脚无险 易经问题 流动人口 子女教育问题 这其实确实也是我们自己很关注的问题 香港是3D报告中唯一明确 政府要促进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平等机会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问题清单里有 专家可能觉得中国之前的书面回复不够明确 被审议国家有五分钟准备时间去回复专家的问题 准备过程我剪掉了 基本上是分配谁回答哪些问题 关于设立巴黎原则的国际人权机构的问题 那么确实中国尚未设立巴黎原则的单一国家人权机构 那么中国采取了是由不同部门根据分工来促进和保障人权职责的做法 关于您提到的是否批准认责易经书的问题 我们中国认为执行旅行公约的首要责任是在于各国政府 那么如果公民的这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侵害 应该通过本国的申诉机制得到救济和解决 关于确保参会的参加审议的NGO不受任何打击和报复的问题 可以向您确认提交信息和参与公约审议工作的NGO 都不应该有这方面的担心 谢谢 发言的是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孙磊 回答比较中规中矩没什么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新闻发布会好看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香港政府代表主要是对国安法问题进行了回应 香港政府的所有发言使用的是英语 澳门政府则使用了广谱 实际上澳门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和葡萄牙语 但我估计澳门政府内部也没多少人会说 那么下一轮的问题是跟人权卫士 还有维权律师等等相关的 所以请最高人民法院的同时回答 刚才提到的中国公民维护金色文权力 会受到恐吓的问题 这个我想是不存在的 中国依法保护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 严离对金色文权力捍卫者的恐吓和报复 那关于维权律师的问题 我想给您介绍一些情况 极个别的律师呢 违反了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 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因此呢 他们也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关于您提到的民间社会空间的问题 我想呢 言论自由在中国呢 是宪法权利 互联网时代 现在都是在网络上表达诉求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民法典在编转过程中 收到了102万条意见 其中包括像同性公印 是不是合法化的问题 都是热点问题 当然言论自由不是无限制的 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言论行为 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比如说传播虚假信息 扰乱社会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等等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刚才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高级法官李小 对维权律师 以及司法问题的回应 这个问题 统战部呢 也有补充 刚才我的同事啊 这个法院的法官 讲到这个律师的情况 在民洲地区呢 也是这样 就是说律师数量在增加 就是说个别 违反法律 违反职业道德操守的律师 恐怖他们不能称为人权卫士 我是这么看的 我补充一点情况 谢谢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涉及到 提到的关于户籍制度 涉及到歧视的问题 请公安部的同事 回答 谢谢对这个 复籍制度的这个关注 我们是尊重城乡居民 自主定居意愿 户口迁移是比较宽松 目前除了北京 上海等透大城市 和部非省卫市以外 绝大多数城市都容许 农业人口 进城罗户 作为没有拿到北京户口的低端人口 这个我就不评论了 大家可以自己聊聊 下面还有一个 刚才大家委员比较关心的 就是性少数群体方面的 请国薪办的总之 做个回答 这个事情由国薪办来回复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说明各部委可能还没有负责 性少数群体政策制度的具体分工安排 你说给复联吧 不合适 给人设部 卫健委 民政部吧 都很奇怪 所以丢给了国薪办 在现有法律中 并未实用LGBT LGBT等概念 多少是有点烫嘴了 在法律上 在电影 电视和其他文化产品中 也不会因为性取向因素 对某些公民有所歧视 或者区别对待 比如金星是中国知名的 变性者 其身影和名字 不时出现在大众媒体和电影中 中国的民法典婚姻编 确立的一夫一妻制 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 是整个婚姻制度的及时 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 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的立法 向一致 谢谢 今年中国政府在书面回复问题是明确说了 要正确对待性少数群体消除歧视 在口头发言中使用了LGBT的用词 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但我觉得专家再专业一点的话 可能可以再问一对 广电近拍弹改剧 这个是为啥呢 我先说明啊 我不看代改剧 我就想知道官方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就结束了第一部分的提问和回答 委员会一般把公约分成四部分去审议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主要是关于工作和社会保障 首先邮委员就提到了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招考中 出现限制性别的条款 对于这样的情况 检察院是可以发出检查建议 甚至公益诉讼 这一做法吸纳到了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中 就我所知的案例 都是得到了很好的纠正 后面跟着一个问中国会不会批准强迫劳动公约的 这个专家一看就是没看我的视频 中国不久前已经批准了强迫劳动公约 当然专家报告是21年的 批准是22年的 可以理解 中国对于批准和实施国际劳工公约的态度 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 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和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是国际劳工组织十项核心公约中的两项 2022年4月20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决定批准这两项公约 我们也于2022年8月向国际劳工组织正式递交了批准书 未来中国政府将工具根据公约规定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要求 按时提交履约报告 同时在全社会开展履约培训 加强劳动保障执法监督 这个其实就是国际法在各国内部落地实施的一般操作 也就是国际法为什么不一定是测试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问题 您刚才问的是统一男女退休年龄的时间表 但目前很遗憾 我无法告诉你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也想知道确切答案 后面还有几个专家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问题就不放了 首先教培中心 教培中心我想澄清一点 就是教培中心不是一个所说的拘留 强制拘留的场所 也不是一个强制劳动的营地 它是一个去极端化性质的学校 当然它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校 它针对的是受到参与或者是 曾经受极端主义影响 参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 构成违法行为 但是尚未构成犯罪 或者犯罪行为 行业比较轻微 依法可以不予起诉的这样一个人群 经过相关机关的行政处罚或者是判决 这些学员可以在学校里面 从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学习法法律 对于有意愿有条件的学习学员 还可以进行职业技能的陪陪训 可以学一到两门职业系技术 同时开展区极端化的教育 各个地区各个县线市 根据实际情况 有的开设教培中心早一点 有的开设晚一点 有的时间长一点 有的时间短一点 所以整个不管是教培中心的数量 还是学员的数量 都是动态的变化的 在教培中心开设期间 学员们是采取一种 为了培训效果 采取住校的管理方式 学员整体住在学学校 定期可以回家 有事可以请请假 在校期间 与家人亲属的通信自自由 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部分问题 主要是关于家庭和教育 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好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审议中的一个重点问题 香港除了政治的问题之外 专家们最关心的就是住房问题了 买房难 租房贵 算是文明中外了 这里提了好几个问题 包括性骚扰 强迫婚姻 拐卖妇女 经济和政治平等 我觉得算是现实 而且重要的问题了 中国的精神卫生法 明确规定 精神障碍患者 实行自愿住院的原则 如果患者是非住院的 非自愿的被送到医院 救诊或者住院的话呢 患者 本人 或者监护人 不同意诊断结论的话 可以要求再次诊断 对再次诊断结论有意义的 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检定机构 进行鉴定 行政机关呢 也会定期检查 如果 有违法行为的 依法处置 关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 中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政府为 进城服工人员 C签子女 在流入地 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提供条件 对少数民族执行的是 有别于汉族的 相对宽松的政策政策 新疆从20世纪 70年代开始 在汉族人口中 实施计划生育 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 在少数民族鼓励计划生育 1992年开始 新疆少数民族 才规定 新疆少数民族 城镇居民 可生两个子子女 农民民可生三个 而全国在当时 普遍是只能生一胎 有一个泛泛的担心 担心就是说 中国的少数民族 在中国的政策体制下 会不会受到启示 我个人看 不仅没有启示 而且是有受优待的 地位很高 以前是汉族 我想改为少数民族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 他更愿意做少数民族 如果要是他受到启示的话 他能会愿意 把汉族再改为少数民族吗 谢谢 我就说到这些 谢谢 会议一开得比较长 有时候大实话 就脱口而出了 这里进入最后有了问答 有个小细节 因为是小会议室 没有电控系统 想发言的时候 可以把牌子竖起来 第四轮问题 包括疫情防控 反腐宗教问题 我们组建了 国家监察委员会 制定了监察法 公职人员 政务法 处分办法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相衔接 2017年10月 至2022年10月 处理了 涉及违法犯罪的 公务人员是 32.6万人 整个在疫情防控中 中国始终坚持 边防控 边研究 根据国内外研究的 防控情况 不断的优化 调整防控政策 和防控方案 措施有利有效 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于这些 对于一些地方 大家在媒体上也看到 那么超过疫情防控要求 简单化 一刀切的做法 中国中央政府 已经印发了有关文件 给予了坚决的 致辞和证感 好 谢谢 首先关于李宇士 关心了 舆情期间 和平示威人员的数量 是否释放的问题 在舆情期间 中国坚持 严国规范公正文明之法 目前没有关于 所谓和平示威人员 数量的一个统计 对于他们是否释放 主要取决于他们犯罪的事实 和情节 最后是要通过 司法的审判来确定的 这个宁夏区 人口不多 但是他的 七成四数量 我在的是 两千多数 当时他们 有的同事 给我开玩笑说 比这个学校数量还多 所以他们的重要信仰权 也是对了保障的 特别多大实话 两天来 中国代表团 以开放坦诚的态度 同各位委员进行了 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对报告员 工作组和各位委员的 专业负责态度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时间的原因 有一些问题和数据 还来不及提供 我们将尽快 以适当的方式来提供 委员会即将做出的 结论性意见 我们将通过跨部门的机制 进行认真的研究 只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我们都将积极采纳 我将一如既往 支持委员会 更好的履行职责 为推动实现 公约各项权力的理想 而不懈努力 到这里 问答环节就基本结束了 正式的委员会意见 将在三月初表决后公布 大家也可以关注 人权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也比较敏感 尤其国内互联网 有时候逢权必反的情绪 我们可以看到 体面工作 性别平等 优质教育 可及住房 社会保障 退休年龄 这些我们日常关心的问题 都是人权 也是联合国关注的重点领域 中国是国际人权制度的 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 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从今天的会议 也能出窥门禁 了解国际人权公约 如何通过国别审议 和专家对话的形式 实际落实到各国 所以一方面 中国推动了 国际人权制度的发展 国际人权体系 也反过来 推动着中国的 经济社会文化进步 这是不可否认的 We all agree on one thing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human beings on the surface of this earth deserve better life and better future The meeting with China is closed Thank you very much 会议结束 各回各家 感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儿小Q 我们下期再见